华人世界我们的家 大田县阳春村村民向荷兰收藏家追索肉身做佛的案件闹得沸沸扬扬 中国的律师团也在前不久抵达了荷兰跟进这一案件 他说的他就是94年从一个什么艺术家手里得到的 显然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基本上可以从其他证据可以印证 他说这个话是不真实的 刚才说话的这位是代表福建阳春村村民追索肉身做佛的代理律师刘洋 刚才他说到的这个不真实的时间点可是本案的一个重大线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目前肉身做佛的持有者荷兰收藏家奥斯卡 几年前曾经公开说过自己是在1996年购买的肉身做佛 这跟他前不久所说的1994年在时间上并不相符 而根据荷兰法律的规定 肉身做佛议案的诉讼实现是20年 去掉半年的时效中断期到2016年的1月1号 荷兰收藏家奥斯卡范奥维利姆将会成为佛像的合法持有者 因此真实的购买时间对于中国律师团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按照这个时间来算的诉讼实现还在20年的范围之内 而到目前为止 奥斯卡并没有表现出要和律师接触的意向 据了解奥斯卡在最近的一次与中国驻荷兰使馆的沟通当中宣称 自己已经将佛像转让 不过这件事的真实性还有待核实 刘律师告诉我们 目前这个阶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找到佛像的下落 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线索 佛像现在非常有可能就在匈牙利 而刘律师本人也已经离开了荷兰 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进行取证调查 目光再来聚焦美国 您瞧 底部倾斜的碗 有弧度的勺子 带吸盘的杯子 你可能会问了 这些颜色鲜艳的餐具 为什么造型如此奇特呢 其实这是一款针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进食而专门设计的辅助产品 从6月份投入市场至今 在美国是大受欢迎 来看 画面上的这位呢 就是这套餐具的设计者 美国华裔姚彦慈 那么姚彦慈是怎么会想到设计这样的一款餐具呢 这还要从画面上的这位老人 对 姚彦慈的外婆说起 姚彦慈出生在中国台湾 父亲是军人 母亲是一位报社编辑 由于父母工作忙 姚彦慈从小就是跟着外婆一起长大的 大二那年 姚彦慈的外婆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后来他经常听到舅舅说 最近啊 你外婆的记性变得好差 每当这个时候 爱面子的外婆总会大声反驳 没有 我猜没有呢 渐渐的 外婆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默 不再像以前一样和家人嬉笑聊天 出去买菜 还经常会迷路 也开始逐渐忘记自己和家人的名字 就连一些简单的动作 对外婆来说 也变得非常的艰难 尤其每次吃饭 他都只能是颤颤巍巍的吃上一点点 这姚彦慈啊 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他暗自下定决心 今后一定要为外婆设计一款方便进食的餐具 大学毕业之后 姚彦慈来到了美国攻读硕士学位 但为外婆设计餐具的念头 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打消 反而是越发的强烈 为了了解失智症患者生活中的不便 姚彦慈来到了美国的护理中心 做起了免费义工 在跟病人的相处过程当中 他发现 相比于正常人 失智症患者更加需要别人的尊重 每当他们无法握稳汤勺 打翻 食物的时候 他们也会对自己生气 那一刻 他仿佛明白了 当初外婆不愿意跟他们聊天 是害怕自己会犯错 给家人添麻烦 然而就在他着手开始准备设计的时候 一个噩耗去突然传来 外婆去世了 姚彦慈回忆说 那个时候 他把自己对外婆的全部思念 都寄托在了工作上 从设计到选财 所有流程他都亲力亲为 两年后 姚彦慈终于设计出了这款 专门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量身打造的餐具 你看 碗的底部是像一边倾斜的 汤内食物就能够流向一边 形状弯曲的勺子可以训练患者的手部力量 同时避免了食物洒出来 托盘上都配上了盼扣 这是用来系围裙 防止食物掉在身上的 姚彦慈说 虽然外婆永远无法使用自己设计的这套餐具 但他仍然希望这个设计 能够把自己对外婆的爱带给更多的人 我们再来看南苏丹 画面上的这个小伙子 名字叫做姚恩 今年35岁 是中国第四支赴南苏丹维和警队的一名特警 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一直在马拉卡的一个难民营里负责维护治安 不过难民营里的孩子们却都管姚恩叫师父 为什么呢 原来非洲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看中国的武侠片 看到姚恩这位特警执行任务的时候 那么的威武 孩子们就想 他肯定是一位身手了得的武林高手 于是不知道是哪个孩子带领之下 就开始纷纷的称呼他为师父了 其实去南苏丹之前 姚恩接到的任务是帮助当地重建警务运作机制 监督指导南苏丹警察执法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到了南苏丹之后 由于地方武装冲突非常的激烈 有的警察直接跑掉了 有的干脆脱下警服 自己也住进了难民营 因此姚恩他们不得不不为承担起了难民营的治安管理工作 有一次难民营里发生了一起性侵案件 一位15岁的女孩遭到了多人侵犯 但是案发之后 这个女孩子却忍气吞声 不敢报警 姚恩偶然从翻译口中听说了这件事 决心 一定要严惩犯罪分子 他害怕女孩子难以启齿 就特地找来了一位女同事一起向女孩子了解案情 经过了多日的调查 施暴者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姚恩说刚到马拉卡的时候 他很不习惯 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你看 这就是他住的地方 因为宿舍里到处都是跳蚤 他的腿被咬得全是包 骑养男人 尽管如此 姚恩还是在日记里写道 对于这里的难民来说 能够在战乱当中不被杀死 能有饭吃 这就是幸福的 真心的希望自己能够帮助到他们 目光转向肯尼亚 画面上的这个小伙子叫做张旭东 今年23岁 目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 前段时间 他前往肯尼亚的一家中资企业做义工 没想到 他却因此和一群肯尼亚贫民窟的足球小子 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怎么回事 我来跟你说说 这里是肯尼亚第一大贫民窟 基贝拉贫民窟 张旭东的每天上班都会路过这里 他惊奇的发现 这里的人虽然生活艰难 但他们都非常热爱足球 你看 这是贫民窟里一直有5到13岁的孩子组成的足球队 穿着蓝色运动服的是足球队的教练克林斯 因为张旭东平时也非常喜欢踢足球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了克林斯 很快和足球队里的孩子们打成了一片 张旭东说 这些孩子都很有天赋 也很努力 但是因为家庭贫困 连一双像样的足球鞋都没有 只能穿着拖鞋踢球 最让张旭东感动的是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之下 孩子们仍然每天坚持踢球 还在学校组织的足球比赛中屡获冠军 因此张旭东就想到 自己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于是他想到了眼下流行的众筹 他计划在30天的时间内筹款5000元人民币 为孩子们置办一些足球球靴和队服 改善他们的训练环境 一不做二不休 张旭东先做了一个小视频 发到了众筹网站上 出人意料的是不到一个月 他就完成了募集计划 并很快联系了当地的一个市场 为孩子们采购了不少新装备 你看 这是球队的孩子们正身着新的球衣 准备踢一场友谊赛 看着孩子们穿着新球衣 新球携兴奋的样子 张旭东说 这段时间为募款奔波带来的疲惫和烦躁 全都一扫而光 现如今张旭东已经回到了中国 并且刚刚获得了2015上海交通大学大学生年度人物 对他的评论是这样的 张旭东名义上是一名义工 却在非洲承担起了中国责任 目光再来聚焦美国 来看这张照片 墙上贴着红红的喜字 照片中的女士却是一脸的忧愁 再来看这张 年轻的女士目光呆滞 后面是她的新婚丈夫 这办起事怎么还这么不开心呢 我告诉你 这是由美国华裔摄影师张前奇拍摄的一组照片 名字叫做双喜 真实的反映了越南买办婚姻的现象 男生男子从世界各地来到越南 从一排排站着的当地姑娘当中挑选新娘 等一切行政程序完成之后 便在胡志明市举行婚礼 你再来看 这一只只伸出的手 这是刚抽过血吗 他们刚刚注射了毒品 在坦桑尼亚有超过6%的人感染了艾滋病 而这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注射吸毒者 这一组照片也是由张前奇拍摄的 张前奇凭借这些照片获得了很多大奖 他是法国马格南图片社中唯一的一名华裔摄影师 而他不但善于拍摄边缘人物 普通人的生活也是他镜头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张前奇为什么要把焦点聚焦在这些普通人和边缘人物身上呢 我给您介绍一下他吧 今年54岁的张前奇出生在中国台湾 后来移民美国 他从小就养成了认真观察身边每一个人的习惯 而他发现小人物更需要大家的关注和关心 他就想通过镜头把这些人的生活原原本本的展现出来 引起公众的注意 让每个人都能幸福平安 目光在转向纳米比亚 这衣服帽子铺了一床 地上的行李箱也藏着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原来这是前不久 前往纳米比亚旅行的摄影师孟伟和他的两个小伙伴们 遇到的一桩窘事 当时他们带着摄影设备前往埃拓沙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拍摄野生动物 但是在第四天他们在返回酒店的途中被当地警察拦截下来搜查车辆之后 警察还来到了他们的酒店房间进行搜查 为什么呢 原来当地警察看到孟伟一行人既没有导游又带着那么多的摄影设备 看起来非常的可疑 以为他们是盗猎分子 于是就扣押了他们的护照和设备 好在后来孟伟他们喜庆的嫌疑才得以继续行程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 如果有去非洲旅游的打算 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 视线聚消加拿大 前不久家住本拿比的华裔李太太遇到了一伙入室抢劫的劫匪 当时她和丈夫还有两个孩子正在客厅里看电视 突然厨房传来一声巨响 你猜怎么着 居然是几个劫匪在室外 把李太太家厨房和院子间的推拉门给拆了 看到有陌生人进屋 李先生赶忙上前阻止 却被劫匪打断了右手臂 李太太见状赶忙带着孩子逃到了地下车库 好在这劫匪只是谋财 他们把李太太的家洗劫一哄之后逃之夭夭 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当地的华侨华人 岁末年尾务必要提高警惕 如果家中装了推拉门 一定要记得在门上加装门锁 以防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损失 目光转向中国香港 画面上的这位先生姓冯 今年65岁 前不久 他居住的小区接连发生了好几起入室盗窃案 其中冯先生的损失最惨重 他家一个存放有80万港元现金的保险箱被偷了 80万港币相当于67万元人民币 那么他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放在银行 去放在家里 冯先生解释说 他曾经从事餐饮业 后来转行做了装修工作 辛苦多年才攒下了这些钱 但是他从来不相信银行 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他就把这些钱 血汗钱都存放在了家里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年末盗窃案贫发 家中尽量不要存放大量的现金和贵重的物品 一晚睡觉前或者是外出的时候 务必锁好门窗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视线在聚焦澳大利亚 你看 英国的大本中 法国的爱菲尔铁塔 还有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 这些风景名声 其实您看出来了 都是用饼干做成的 是不是都很微妙微笑 画面上的小姑娘名叫维基刘 是一位25岁的墨尔本华裔烘焙师 刚才您看到的那些饼干 都是出自她之手 小刘制作的面包糕点 以可爱著称 她每完成一款作品 就会发布在社交网络上 如今 她的账号 已经在社交网络上 吸引了80多万人的关注 其实 小刘在大学学的专业是室内设计 那么 她为什么又做起了饼干糕点的生意 原来 小刘从小就很喜欢烤烤饼干 做做蛋糕 上大学之后 由于课业压力比较大 小刘就想 我可以用烘焙糕点来缓解压力 于是 她就走进了厨房 抱着做实验的心态 开始制作糕点 闲暇的时候 小刘总喜欢上网学习各种糕点大师烘焙的教程 不仅如此 她还开发出了很多有个人特色的糕点样式 现如今 她已经把烘焙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未来 小刘希望能够开设一个自己的博客 除了烘焙方面的技巧 她还希望能够和粉丝们 分享自己关于设计 旅行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见解 视线 再来聚焦摩纳哥 画面上的这位叫做郭川 今年50岁是一名职业竞技帆船手 前不久 她率领船员驾驶中国青岛号帆船 成功抵达了摩纳哥港 圆满完成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任务 和平与体育组织主席乔伊布佐 为她和队员们带上了象征成功的花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翻船 于今年10月21号从青岛出发 途经亚非欧三大洲 穿越新加坡 斯里兰卡 印度和意大利等地的9个著名港口 总航程大约是1万海里 这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重走海上丝绸之路 促进沿岸各国的文化交流 目光转向阿根廷 你看 画面上的这位男士叫做林文正 今年35岁 是阿根廷的一位华裔播音主持 前不久 由她主演的喜剧《天堂的门》在阿根廷上演 吸引了近百名当地华人前来观看 这部喜剧讲述的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七个犯有不同罪行的罪犯 来到一家华人开的超市内 华人超市的老板作为神的化身 根据这七个人的经历来决定他们 谁才能进入天堂的故事 林文正说 喜剧《天堂的门》 目前已经在阿根廷上演了两个月 场场爆满 她希望通过在剧中扮演的角色 真实地展现年轻一代华裔的风采 再来看美国 画面上这位华裔女孩叫做曾宜涵 今年16岁 您别看她年纪轻轻 她可是美国同年龄段里最优秀的艺术体操运动员之一 您现在看到的是她在2014年代表美国队 夺得青奥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项目继军的视频 小姑娘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 父母都是中国人 每次参加比赛 她都要穿上具有中国元素的体操服 选用的配乐也是中国歌曲 为什么呢 原来曾宜涵四岁的时候曾经学习中国民族舞 这段经历对她的影响很大 因此在曾宜涵的体操动作当中经常可以看到中国民族舞的影子 曾宜涵七岁开始练习艺术体操 每天下课她都要乘车赶往自操房训练三到四个小时 只有在路上的三十分钟她可以趁机打个盹 刚开始学习平衡幕的时候 曾宜涵空翻落幕经常会站不稳 从平衡幕上摔下来 好几次还扭到了脚 但这个不服输的小丫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从2012年曾宜涵开始参加各类比赛 她拿过很多金牌 去年在南京青奥会上获得的继军成绩让她很受服务 不过小女孩说了她还有更大的理想 那就是参加奥运会 我们在这里祝福她 目光再转向希腊 照片中一排又属第二位的女士 她是希腊华侨华人妇女会的会长陈雪燕 前不久她前往雅典桥区的两所公立小学 代表希腊华侨华人妇女会的华人机构 为学校的孩子们送去了500多册图书 地球仪挂图和文具等 用来帮助学校建立小型图书馆 陈雪燕说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捐书助学活动 希望以后能够将这样的一个活动 作为一个长期的公益项目坚持下去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说起油画 不得不提到法国 因为在法国人的家里面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 家里面都会挂着几幅油画 且引以为好 然而你知道吗 在这一世界油画中心 竟也离不开一位华人 他是谁呢 来看我们的节目 在法国巴黎第94区 有一家远近闻名的工厂 特别是对于欧洲画家来讲 这里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因为他们在完成画作之后 都会来到这里 为自己的作品装表 没错 这里是一家油画装表工厂 画面上的这位老先生名叫方贤秋 是这家工厂的创办者 今年71岁 法国华人 30多年前 方贤秋来到法国打拼 在41岁时 开办了这家工厂 如今 这里已经成为了当地 颇有名气的 油画材料供应和装表企业 回忆起当初创业式的情景 方贤秋感慨颇多 他说 在欧洲长时间以来 人们对华人都有着一种偏见 认为 华人只能在餐饮等 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行当里 才可以做得如鱼得水 而对于与艺术等高压行业相关的工作 中国人是极少能胜任的 对此 方贤秋始终耿耿于怀 总想要做些什么 来扭转这一偏见 可是在当时 他还只是一家织袜工厂的普通工人 能做什么呢 方贤秋就这样彷徨了多年 直到1986年的夏天 一个灵感突然出现 当时43岁的方贤秋带着几个儿子 在巴黎卢浮宫看画展 画展还没有看完 方贤秋便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神情 因为在这个画展上 他找到了方向 我就想到一定要三个人就合作 起来搞一个工厂 搞那个像艺术相关 装表 包裹着一个个传世之作的精美画矿 引起了方贤秋浓厚的兴趣 可是对于这一行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 要从哪里入手呢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孩子们送进较大的油画画材装表公司 去打工学艺 就这样 从画矿到装表制作 每一个孩子负责学习一个环节 四兄弟的成长 慢慢夯实了方家生意的基础 1994年 集全家之力 他们在巴黎边郊二十区的 一条名叫布亚的小街 开了一家油画装表的小店面 然而生意刚刚开始 就遭到了当地同行的遏制 我们要原料 要布等等 我们到他那边买 他就不卖给我们 因为叫他卖最便宜 去别的地方就贵 所以他就不卖给我们 布特儿这样子 他要跟供应商 这个工厂讲 你不可以卖给 发生在那个工厂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办法 就到处去找 去买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很麻烦 每天就想办法去 找人去跟我们买东西 面对着同行的恶意竞争 方简秋并没有惧怕 而是再次勇敢出手 贷款买下了另一家油画装表工厂 每一个大一个每一个大一个工人 所以给他们 叫他们怎么做 所以每天我们工人就做八小时 我的儿子要做十二个小时 给他们还要多 那个阶段他很辛苦 很辛苦 每天做十多个小时 我们也出去帮他忙 凭借精湛的手艺 再加上吃苦耐劳 与人为善的信念 方家的生意日渐有了起色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画家 过来帮衬他们 最主要的话 我们就做的质量 给那边是好 这是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的手工 给那边差就差了 就肯定就竞争不来了 所以我们的竞争 就一定要质量好 手工好 收费便宜 手工好 质量好 讲信用 不可以马虎 是方显丘尔这么定下的规矩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 方家子弟制作出了 近万个画矿 画矿的声誉 在画家圈子里 慢慢积累起来 赵无极 范增 以及其他欧洲知名的画家 都成为了他们的顾客 当地媒体也前来采访 他们的生意经 如今 方家工厂在经营画矿之外 还着手经营画笔 画布 等一些油画画材 甚至还有画家 专门邀请他们 为自己去布置画展 每样讲画家要展览 他就委托我们 跟他办 那个出名的画家 一般他就不会 横角过来的 一早他就寄 他的作品给我们 我们收了以后 就帮他装表 相框等等 后来就送到 那个展览的场地 帮他们挂画 灯光 是很重要的 你还有你挂 挂那个画也很重要 不是简单 所以我们就 就给他一个很专业的意见 所以很多客人很喜欢我们 十年时间白手起家 方显秋率领他的四个儿子 在这个被法国人称之为 中国人绝少进驻的油画产业里 立足并扎根 几年之前 方显秋退休了 他把生意分给了八个儿女 自己开始全身心的投入乔务工作 每次国家在巴黎有重大的外事活动 都少不了他的参与 而且他还有近千名成长在法国的华人子弟 组织起来连续二十一年 每年回中国举办一次夏令营活动 因为法国的教材 他们读书的时候 是对中国不利的 它是负面的教材 他讲中国什么不好等等 所以我就想到这样子 我带他们过来以后怎么样呢 真的效果很好 所以他们就发觉 我们读书的是不对的 我来过广州 哇那么多高楼大厦 那么多车 住的酒店那么好 车那么好 诗人甚悟念 受诗甚悟忘 这是方显秋最爱对后辈讲的一句话 方显秋说 他出生在越南 但他的父亲从小就教他讲粤语 学说普通话 遵循中国文化 如今他也把父亲对他的教诲 全部传授给了自己的子孙 因为他要让方家世世代代不忘本 不忘自己的中国根 约收看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 今天的华人世界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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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